我草 这是谁家的狗不穿成 爷爷 爷爷 你回来了 这少年怎么上来就喊自己爷爷啊 咱啥时候多出来个孙子啊 眼前 这少年意外浑穿大名 误以为微服私访的朱元璋是自己出征的爷爷 爷爷 您都几十岁的人了 还在外征战 孙儿操碎了心 您辛苦了 这次回来孙儿 一定好好孝顺您 你是小鹰 鹰什么鹰 我是小毛呀 爷爷 您周车劳顿 一定饿坏了吧 孙儿给您做了烧烤 您一定爱吃 哦 这小子怎么有点咱熊鹰的影子 爷爷 爷爷 我们进去吧 哦 哦 哦 爷爷 您尝尝这羊肉串 我家的小黑是训练过的 烤串的手艺可是一流的 这狗都会烤串 还真是稀奇 那当然 你们就放开了吃 真是美味呀 哈哈 爷爷如果喜欢吃 孙儿天天给您做 哈哈 孙儿真是孝顺呀 爷爷 你们先吃着 我去给你们倒点茶水过来 自从彪儿和妹子离开了人世 就再也没有感受到过这温暖了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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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请您收敛情绪 莫要被小郎君发现不妥 姜欢 你看这少年的身影 是不是和咱大孙很像呀 哦 陛下 你这么一说 确实是有太子的影子 和大爷还真的也有几分相似 可是咱孙儿已经下葬十年了 若这少年是咱的孙儿呢 哈哈 茶水了 像 太像了 简直就是咱放大阪大孙 嗯 爷爷 您说啥呢 我像啥 像咱大孙 爷爷静说胡话 怎么是像呢 我就是您的大孙啊 啊 对对对 是爷爷说错了 你就是咱的大孙 哈哈 老爷 您刚回京 该去兵部报道了 哦 对 对 是该先去兵部 孙儿 爷爷先去兵部报道了 啊 大孙 你在家好生等个爷爷 爷爷去去就来 回去你就去牧师看看 咱孙儿的尸骨可还在 是 陛下 陛下 不必烦恼 那少年是不是大爷还有带商榷 等臣去中山牧林回来再做决议 嗯 速去查明 陛下 查明了 墓穴之中并没有大爷的尸骨 有没有可能是盗墓贼 绝无可能 陈察探过了墓中珍宝一件不少 没有任何盗墓贼的痕迹 陛下 大爷的墓门被掀起了一条 锦容少儿爬过的缝隙 而且在墓门上 臣还看到了无数的血痕 虽然血迹已经模糊 但是 什么 陛下 陛下 是咱把咱大孙活埋的呀 他那么小 为了出墓 只能用双手刨门 那墓穴上的血迹 都是咱大孙的呀 他才八岁呀 他当时得多么无助啊 陛下 大爷还活着 您应该高兴啊 对呀 咱大孙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讲还 那少年狼是不是 回陛下 臣已经将那少年的一切都已经探明 二毛正是朱老大十年前 在中山墨林处境的村落捡到 这么说那少年真是咱的大孙 是的 陛下 而另一边 朱元璋 蒋业走后 二毛则是坐在院中发愁 现在是红武二十五年 朱镖死后 朱元璋猜疑知心日盛 为了扶持 朱允文尚未更是 大杀功臣武将 其中首当其中杀的 就是大将军蓝玉 而爷爷正是在蓝玉手下 而且貌似 还是个不小的官职 爷爷有性命之忧啊 得知二毛就是自己 抵掌孙朱雄英之后 朱元璋一刻也安耐不住 又过来找二毛 陛下 见到大爷 你千万要忍住 万不可相认 混账 咋不能认 咱亏欠了孙儿这么多年 咱要立即相认将的 接入宫中 陛下您三思啊 大爷掌于民间 更是您的抵掌孙 此时正值太子 并是皇储未立 若是认回大爷 必将引起 朝堂之争 将大爷于危险之中啊 嗯 咱儿子刚死 皇储之位未立 朝堂之上 暗流涌动 大孙长于民间 脱离皇室十年 根本就没有任何势力 此时若是把他认回去 必定成为众矢之地 由自己护着名乡 或许没有 案件却会不断 你说的对 现在还不是认回孙儿的时候 可是咱心里难受 眼看着自己孙儿在前 却不能相认 咱心疼啊 孙儿在想什么事呢 这么入神 爷爷回家都没发现 多像啊 这张脸都像咱儿子边啊 这是咱的大孙儿啊 爷爷您回来了 孙儿 咱方才看你眉头紧锁 不知道你有啥难事了 告诉爷爷 爷爷都能帮你实现 哦 无论什么是爷爷 都能答应孙儿吗 当然 在这大明朝 你爷爷还是有些分量的 闯了什么祸 想要什么东西 爷爷都能给你摆平 爷爷 我想让您卸甲归田 孙儿 这次北援雨孽基本肃清 凭借爷爷的军功 在武军都市府也有一席之地 这时候祠关归田 是不是太可惜了 爷爷 我说了您 可能不信 但是我告诉您 大明朝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是暗潮涌动 大孙你莫不是有诸葛之才 诸在这郊区小院 竟然也是朝堂之事 爷爷 太子诸彪新故 红武皇帝年迈 大明皇储 悬而未立 而据我推测当今的红武皇帝 必定会立皇孙为储君 而最大可能是 立怀王朱允文为王 这小子怎么知道我内心的想法呢 孙儿 你是怎么知晓的呢 爷爷这是不难推测 父思子继 太子朱彪并逝 自然从他的儿子 重选一个立为储君 将来继承皇位 哦 那为何不是吴王朱允通 偏偏选怀王 爷爷有所不知 这朱允通有结语的毛病 而且为人懦弱 红武皇帝荣马一生 怎么会让一个懦弱子孙 继承皇位 而反观朱允文 或有顾太子一封 所以即使朝堂 所有人都阻拦 皇帝也会立朱允文为储君的 自己这孙儿流落民间十年 竟然将自己的心思 看得如此通透 大孙 他立以他的皇储 我做我的将军 我又不造反 为何会有杀身之祸 大孙你不在朝堂 不知道当今天子是何等之人 对待咱们这些五人 最是亲厚 从不枉杀 爷爷 皇帝虽然亲厚老兵 但是为了大明江山 为了皇权稳固 他必须打 怀喜五人多为殷亲 开国宫长玉春 是无王朱允通的亲老爷 大将军兰玉 是朱允通的旧老爷 怀喜五人 必定支持无王朱允通 若是皇帝执意 立怀王朱允文 为储君为了保证朱允文 能顺利登基 他必定会对怀喜五人 大开杀戒 怀喜五将一个不留 到时候必定血流成河 择守当其中之人 正是爷爷的上司 大将军兰玉 到时候爷爷必定会被牵连 啊 这 朱元璋看着朱叶 满眼镇惊 自己内心的想法 竟然全都被咱孙儿说中了 大孙 这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算不得准 虽是猜测 但是不得不防啊 皇帝垂垂老矣 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 对五人的疑心越来越重 杀心也越来越重了 哼 咱没想到当今陛下 在你心中竟然是如此不堪往杀之人 爷爷 您误会了 我从不觉得当今陛下不好 相反的我觉得当今陛下 是雄才大略 最体恤百姓的民主 哦 当今陛下 实话实说 堪称千古一帝 孙儿甚至觉得 单从出身而言 红武皇帝比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更伟大 大孙你这话言过其实了 咱也 当今圣上也没有那么好 老爷 小少爷所言甚是 闭嘴 咱让你说了吗 听咱大孙说 爷爷您这话可就错了 当今陛下的功绩 绝对是前武古人后武来者 开举一只碗 到最后登基为皇 坐拥万里疆土 几步之低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哪个 比得过呢 说得好 说得好 爷爷你这么开心干嘛 说得好像是你一样 老爷 大孙爷爷今日还得回 武军都市府当职 就先回去了哈 爷爷不在家里住吗 这不是刚回来吗 很多事情需要办理 最近这些天都得住在都市府了 蒋桓 你觉得咱大孙怎么样呀 回陛下 皇孙殿下颇去雇太子一封 错了 咱看咱这孙儿比太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陛下说的是 很多事情就是太子都看不了那么偷彻 陛下说的是 更难能可贵的是 咱这孙儿句句说到咱的心坎上 能用帝王之心揣夺实实 咱大孙把咱看透了呀 咱大孙有帝王之才呀 陛下说的是 我特妈 你就会这一句吗 这是老天不认咱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 这才让咱的大孙失而复得 老天待咱不薄啊 妹子呀 咱的孙儿 咱的大孙 他没死呀 老天爷怜悯咱 让咱找到了大孙 可是咱却不能把他接回来 那孩子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啊 咱对不起咱孙 对不起彪儿 要不是咱孙儿命大 自己爬出墓室 咱就再也见不到咱大孙了 陛下 中书社人刘三吴求见 哼 又是来逼咱立处 让他进来吧 看我不好好收拾他